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iece GDG4的小杠 听说这个Blank Hunt推出了一个比劳力士Rollex还更厉害的潜水表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iece GDG4的小杠 小杠今天非常的兴奋 来到这个2023年9月份 大家也记得去年2022年 Swatch用入门机的品牌跟高阶的品牌 Swatch跟欧米加Omega联名 推出了这个胶的登月表 那是掀起一阵风波非常的厉害 那今年2023年 Blank Hunt再一次推出更高级的表款 这个品牌Blank Hunt这个宝波 那推出他这个据说啦 是跟劳力士一样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潜水表 那小杠身后这群表友 就是在目前就正在等到排队这个Swatch 这个跟Blank Hunt联名的这个表盘 先要说一说这一款表 在真正的这个Blank Hunt 宝波里面是卖着好几万块的这个马币的价格 那价位也是比这个Omega真的这个登月表更高的 这个定位 那还有玩表的这个朋友也知道 宝波Blank Hunt是一个比Omega 这个Omega还要高一级的这个品牌 那从几万块的这个价格和Swatch联名推出之后呢 价格在马币 现在是马币RM1700块而已喔 哇那这支表值不值得买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是你要知道的 小刚个人是没有机会排队去买的 不过就在这边 向一些购买到的一些朋友借来拍一拍 所以非常感谢提供给小刚 借小刚拍摄的手表的这些朋友 先来和大家做个简单的开箱 这一次的开箱体验和手工都明显 比之前那个Omega Moon Swatch那个登月的胶表联名款 明显更有质感 而且整个盒子做的比之前那个登月表更大 外盒还印上了每一款不同 那个基星的设计的图案 整个开箱的仪式感真的是非常的棒 去年Swatch的这个Moon Swatch登月表 推出的时候是以宇宙太阳系的这种星球作为主题 那这一次的这个Swatch Blank Hunt也不例外 主题是以地球五大洋里面的这种元素为灵感作为主题 里面的这个小手册 这书本也有介绍每一款不同的这个特色 和基星甲板里独有的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个图案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那来到里面这个表盒 真的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完全就是一个可以作为便携表盒 这种Travel Case的这种表盒 而且它那个拉链扣 它不是放Swatch 它是放Blank Hunt的 整个质感就是跟 好像就是一个 你买的就是一个Blank Hunt的这个手表 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个50 Phantom 50旬 这个表在以前是因为军用要求而诞生 真正对外发布也是在195多年 应该是5253年的那个期间 也就是劳力士 Rolex Submariner 这个水鬼发布的时间 两者发布的时间都非常接近 所以这两者都被誉为是潜水表的这个鼻祖 不论是劳力士的Submariner 或Blank Hunt的这个50 Phantom 都被玩家定为水鬼之王 这款Swatch的这个50 Phantom联名款 它的表径为42.3mm 也就是一对一还原了目前市场上 还在贩售的这个 其中一款的这个50 Phantom的这个表款 而且我摸它的这个Network表带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厚实 质量非常的好 不会是那一种薄薄一片的那一种 那据说它是用这个海中回收废弃余网而制作的 那而且这一支表为了更接近还原度 它的表盘到外圈的这个表圈呢 都一样有这个夜光 那这一点真的做的非常有诚意 1700多块 哇可以给到你这样真的是非常的爽 图片里面这两款 你可以看到个别为这个左边的是这个北冰洋款 右边的是这个南冰洋款 他们的这个表盘6点钟方向 特别有这个50 Phantom 50巡 这个No Radiation 无辐射 还有这个Mouse Pack 特有的这个湿度计 致敬的这个元素 那这些元素都是真正有用在这个真正的这种宝博 Blang Pan的这个50 Phantom的这个表款当中 真正做到的每一款都有独特的这个意义 不单单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翻过来表背你可以看到 手表位的至近50巡系列 当初一战成名的这个历史 所以它的防水性能 就如同它表名一样 定为这个50英巡 那就等同于是91米或是300英尺 那比起Moon Swatch的这个防水只有30米的这个规格 又更提升了一个档次 真正是可以做到了这个防水的这个塑胶表 不单只是有样子看爽而已 老实说还是蛮实用的 这个90米的这个防水的这个胶表 它机型是搭载了这个Swatch Swatch旗下的这个System 51的这个自动机型 而不是以前那个Moon Swatch灯业表 那一款用的是10英Battery的那个机型 那System 51是Swatch 10年前大概所推出一语惊人的这个作品 这个机型 那它的生产过程全自动化生产 做到了真正用这个最低成本 制造出机械机型大量生产的这个流水线 那它的机型零件其实只有超精简的 只有51个零件 不过你不要小看它的这个动力储存 是可以高达90个小时 而且现在最新版本的这个System 51的这个机型 已经倒入了这个Newacron的这个抗磁油石 做到了入门价位 也可以达到抗磁的这个效果 最后再来说一说它的一点小缺点 当然也就是它用的这个Swatch主打的这个环保材质 叫Bio Ceramic 那说白点就是塑料壳 而且Swatch的表都一样是不能开盖做维修保养的 那如果带坏了基本就是报废了 那表圈也不适合原版的那一种Fifty Phatoms 一样给你这个玻璃材质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价钱 那表的这个表径它用的也是普通这一种 亚克力材质喔 这种Acolic Plastic Crystal 那而且这一种Swatch用的亚克力是非常的薄的 它的质量也不太好 所以非常容易有这个划痕喔 那强烈建议大家贴上这个保护膜 不知道这一次的表格会不会好像去年的一款 会拖色咧 我们下期再见 买了朋友告诉我 有没有掉色有没有拖色的情况 我是小刚 拜拜